郭川普議員 我們開會 那我們問一下 我們的上次會議記錄 已經放在各位議員的我們的桌上 請參閱 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确认 没意见 那我们今天上午的 确认 今天我们上午的议程 进行保安部门 业务报告局执行 我们首先请 警察局 我们的前局长 加轻做业务报告 召集人 副召集人 各位议员 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警察局业务报告 这次的报告 非常荣幸 能列席 来报告本局的 一个警政工作 仅代表本局全体同仁 对贵会过去的 一个匡督 支持跟指教 致上最诚实的 敬意跟卸诊 那报告大纲 有五项 请参阅 首先报告 整体治安情势分析 整体治安情势分析 就是全班刑案 就是总的一个刑案 总的刑案 我们统计的连线 是从104年7到12月 跟去年7到12月 这两个期间来做比较 那全班的刑案 我们发生数下降了非常多 虽然破获数也有减少 但是破获的能量 破获率都是提升 那再过来 暴力跟窃盗犯罪 暴力就是包括了强盗抢夺杀人等案 那这个发生数也是下降 那只有破获率 微乎的一个下降 那窃盗犯罪也是一样 发生数都是大幅的降低 那破获率都是有提升 再过来 诈欺犯罪也是一样 也有减少 那破获率也是大幅的上升 毒品犯罪 我们这个去年下半年 查及的绩效 比较亮丽 所以增加了853件 那查获的这个毒品人犯 也增加了1191件 所以从整个犯罪的一个状况来分析的话 本市的一个整体治安 还算是非常的稳定 再过来 报告维护治安工作的一个特殊作为 第一个 安定民心提升破获效能 为了安定民心 让民众 让市民 信任警察局 所护港督的一个治安能力 以及用心 本局全体通人 上下都是降世用命 每到每当发生重大刑案的时候 都在用最短的时间来给予征破 所以从这个表 无论是金融机构的抢盗案 或是抢击案 或是抢盗案 都是立即征破 只有抢夺案 我们还有这个期间 未征破 其他都征破了 下一页 另外 去年所发生的 无论是命案也好 或是银行抢案也好 都是在最短的一个时刻 立即征破 来安定民心 第二个 成立快打 防治街头暴力 我们社民 对于 飙车 还有街头 聚众知识 斗殴 这种暴力的行为 深恶痛绝 各分局 我们都有成立快打部队 迅速感悟现场 来防治 以及逮捕现行患 那这一年来 成效非常好 所谓的飙车问题 几乎已经不复存在 第三 检警联手全面打击毒品 去年下半年 我们在一级 二级 三级 毒品 总共加起来 取缔到 有2587件 查后的毒品人口 有3245人 重量 毒品的重量 也84.69公斤 那我们更是在 今年2月14号 跟地检署合作 为了发挥 检警分区联合忌毒的一个效能 全国首创 将高雄一万名的一个茶会地雷 化身为忌毒兼兵 并且由检察官 走到第一线 派驻在17个分局 来指挥侦办 全面打击毒品 中小盘的一些毒患 那这画面的一个成效 慢慢在彰显中 第四 茶集诈漆 保民血汗的积蓄 这个诈骗集团也是全民的一个共敌 那本局啊 这个 去年 虽然在诈骗集团啊 虽然有降 那本局啊 也查及 这个不毅力 也查很多这个 集团 跟这些人员 但是还是非常猖獗 所以我们需要除了警察的一个强力打击以外 还要都做的一些先导工作 让民众啊这个减少被害 维护校园啊安全 滴水不漏 校园始终是本局啊 所关心的一个重点工作 本局为了强化校园安全啊 有一些做法 第一个 我们是互同专案 在每天上下学时段 针对学校出入口及校园桌边 执行守望交诊 巡逻勤务 协助学童啊 行得安全 第二个 协调社区守望相助队 进入到校园巡所 目前参与巡所队的共有129队 加强巡所啊 又员的有29所 国小有106所 国中有22所 总共有157所学校参与 这个 所望相助队 进入到校园里面 维护安全 另外我们跟校 跟学校也建立热线的一个沟通 跟接触 只要有 学校校区里面 有发生任何的状况 累计通报 辖区的分局 或是派出所 马上会 警力赶到现场去处理 防止一切危害 再过来报告整体交通 治安分析 交通事故 的一个分析啊 我们去年下半年呢 呃 死亡车祸 减少了 呃 跟去年同期 呃 103年同时段呢 有减少了25人 那一整年呢 也是104年呢 跟103年比较 呃 总共减少了51人 呃 管制 就是闯红灯 再过来 未转弯 呃 转弯未依规定 呃 来 来转弯 那这些 都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所以为了避免意外 不幸的悲剧 一而再 再而生的发生 本局 呃 强化交通安全的特殊作为 交通事故的原因呢 刚才已经提报过了 都是 大部分都是驾驶人的 不遵守交通规则 所造成 因此 呃 重大的交通违规是本局 直垮的一个重点 所以为了确保市民的 一个生命财产安全 呃 这些重大违规啊 都是我们强力来取缔的 例如 超速 转弯卫一规定 闯红灯 这个 久后驾车 啊 并排停车 逆向行驶 还有 呃 机车卫一规定 两段走转 啊 这个都是未来 直滑的一个重点 另外特别报告 我们关心 哦 长者 我们的长辈啊 得一个交通的一个安全 根据统计 一百名四年 交通事故死亡当中有 一百七十五人 但是高龄者 所谓高龄者 就是六十五岁以上 就六十三人 占了百分之三十六 所以 呃 本局为了维护 高龄者的一个交通安全 特别拍摄的小小警察 护老为电影 及海报宣导标语 来上传网路宣导 并推行 宝贝长者护老状案 以高风险的路段 跟时段 在高龄者经常 呃 聚集活动出入地点 及周边路段 实施巡逻 所谓宣导 协助高龄者 过马路 提醒他要穿 呃 鲜明的衣物 并发送 挂以首辈之 法官备还 等宣导品 那我们一年 那我们一年 这一年来 实施以来 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四年 呃 是发生了六十三人 呃 呃 高龄者的死亡 那一百零三十二人 比较七十二人 已经减少九人 虽然 稍微有成效 不过 还有努力的空间 这一部分呢 我们会将 持续来进行 强化这一项工作 呃 未免服务 呃 关心互动 色情互动 呃 一个网路是一个趋势 本局也成立 FB的一个网站 除了整合 宣导警察在 自然交通服务的 一个本职工作 更可以利用网路 互动了解民情 知道民众需要警察 服务 其协助的地方 让服务更能深入民心 目前呢 呃 我们本局的一个 官网 案战 以及触及粉丝人呢 都是全国警察机关 列为前码 我们 拨一个案 一个换例 就是一个我们实际 同仁 关心 我们民众的一个 一个影片 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哦 21要不从事害到女生做 我现在吃饭都请问你 他们又担当社会局 社会局 会以另外一种方式 来做审核 你不要哭啦 对啊 你这样做好啊 你这样勇敢 你这样自己带一个小朋友 对不对 你要勇敢起来 因为家里还有一个儿子 知道吧 没关系 没关系啦 你收下啦 没关系啦 这是一个贫困的一个家庭 我们严谨发现了主动去关怀 而且救助 最后啊 特别要感谢贵会 长期的支持跟协助本局推动警政工作 所以啊 本局各项的业务啊 都推动的啊 相当的顺利 但是为了应用未来的自然环境 跟交通状况 本局必定啊 全力以赴 打造高雄市 成为安全和谐遗迹的海洋之都啊 特此报告 并请啊 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啊 不是视觉 敬祝万事如意 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 我们谢谢我们的警察局 前局长做了业务报告 警察业务是很繁重的啦 二十四小时 都要为民服务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的成效 也非常有一些贡献 我想说 在这个治安方面 还有我们整体市民的安全 都是靠我们警察局 非常地辛苦 所以我们一遍 鼓励一下 我们队就这样 一些性感的迫好 标示困定 那我们现在请消防局局长 陈宏隆做业务报告 请 实习 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今天 帅同本局同仁前来 贵会 工作报告 感到非常地荣幸 首先要代表 消防局全体同仁 对我们全体议员 以往的支持跟指导 表示万分的感谢 今天 A5报告 主要有四个方向 第一个是在 加强火災预防管理方面 本市列管的公共场所 有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五家 附查了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三家 未改善的 未改善的 预规定处于罚款的十七件 为了保障本市经济弱势 直请的安全 先导市民 安装自载火災警报器 一百零五年 一百零五年 我们本市 过制了两千零四十七颗 会协助安住在本市弱势执勤的家庭 在加强先导弱势执勤消防安全厂次方面 本期执行儿童执勤先导厂次有四千六百二十七次 长者执勤先导父式四千九百一十四戶 在扩大防火先导层面 本集结合消防志工 针对机关学校社团以及社区自载等对象先导 消防安全厂次 办理了七百五十三场次 社团团体参加有两千九百三十四人次 在加强本市夜市 瘫痪临时集中厂之火災紧急应变能力 消防安全厂次 本期针对夜市 瘫痪临时集中厂 完成了四十九场次的 防火先导及自主防災演练 在都道公共场所落实防火管理工作方面 本期辅导场所智慧消防编职验证有九百一十八家 有效提升场所早期疫情及时灭吼 引导避难之痴起应变效力 在落实公共危险物品安全检查方面 每半年会同劳工级 工务级 環保级 及经济发展级等相关职管机关 进行联合检查 下半年既检查四百一十五家次 有四十家不符规定 以规定处理 一百零四年下半年 一化石油器的检查有三千两百六十七家次 查获已起钢瓶有十七件 違規分装三件 超量储存二十三件 报纸烟火相关场所的检查是四百八十八家次 違法释放专列报纸烟火一件 以死一放三件 都予规定处分 在强化灾害抢救能力方面 在一百零五年二月六日 发生了我们美龙的一个大地震 所以在第一时间 我们确认高雄没有灾情之后 就派我们的特收队到台南去支援救灾 在七天抢救的过程里面 我们高雄市的特收队救出了四十三人 但是比较不幸的是十六人 没有生命迹象 在本集特收中队经市府推荐参加全国 一百零四年公务人员 杰出贡献奖的较职 荣厚一百零四年公务人员 杰出贡献奖团体组织输 为提升救灾管理效能 利用大四季处理功能 将水源抢救图资四位化管理 本市现有列管的救灾水源有 两万零一百四十四次 每一游分队普查 建立资讯管理系统 在协制本市暗季救援工作方面 每年的夏季 我们高雄是一个沿海的大都市 会有很多的市民到暗季去游泳 所以我们为了市民的安全 血统民间救难团体 在齐津区海域 永安区 永新宜港 北侧海滩等六次游客 废级之水溢 以星期以暑假期间 每周六日抑制民间救难团体 设置暗季救援站 来协制水溢管理机关 执行水溢安全的宣导工作 在强化消防人员化学品 及管线灾害 人命救治的基本支援 本集一百零四年十月 配合经济部工业局办理 地下工业管线灾害 速顾紧急应变 以管市联航演练 强化消防人员化学品灾害的人命救助效能 在加强民力应用及信念方面 一百零四年 我们办理了 义勇消防人员的信念 我们义消的特种专业能力信念 还有干部讲习班的信念 还有本市登陆的民间救难团体 有十八个团体五百六十八人次的信念 在提升紧急救护方面 本期热心市民 以公寓团体监证救护车两辆 以及救护器材六批 对本市紧急救护工作注意良多 另针对本市各机关学校 以团体办理薪费复书室的一个信念 也就是我们实称的CPR 以及AED的技术推广 先达274场次 A4万人参加 在紧急救护勤务执行 成效方面 本集硕黎紧急救护六万七千八百一十九件 到院前无心灰功能的有一千一百人 急救护心跳两百六十四人 成功率大概是在二十三%左右 为争取心肌梗塞患者此次的时效 本集在大辽六龟美龙等分队 事办救护车配置十二岛城新电突击的一个救护方式 在本系统 在104年9月荣厚行政链地方治理标杆论坛 蓝区悠险的第一名 在落实消防人员长领信任方面 为锻炼消防人员救灾体能 熟练救灾战技 确保救灾安全 每日实施体积能A500人次 长领信任测验一千两百一十五人 在强化消防人员专列信任方面 本期办理空气呼吸器的着装信任 附重信任 新进人员的职权信任 救治信任 既以提升火灾抢救战技 战事 在增进团体救灾信任方面 针对本市可能发生的灾害类型 选定抢救困难场所 如狭窄巷弄工厂 实施组合信任 104年7到12月 共办理了16场次的示范抢救演练 在健遣灾害防救工作方面 为强化灾情的传递 熟悉租通信设备的操作 对本府应变小指 办理了高雄市应变中心的租通信 系统操作奖席7场次 为因应台风季节 及其他可能发生之各种灾害 在104年下半年配合各局次 还有七公所 金方公共事会机构相关单列 办理了灾害防救演续 47场次 为整合本市各项救灾资源 市府灾害防救办公室案记查核 水利社会局等14个局次 及本市七公所 天报内政部的资料管理系统 登入各局次的防灾资源 确保灾害来临时 随时可供调度 建立工业管线气暴造成之严重灾害 我们围请了高雄大协 修订了本市工业管线灾害篇 重新定定工业管线灾害前之整备 灾时的应变 及灾后复原等的防救体制 本市三合一 匯报以104年9月召开 暂时运作机制 议题进行兵器推演 模拟战时的情境进行演练 为强化本市各七公所灾害防救体制 以作为效能 配合内政部消防室 推动灾害防救深耕五年中程计划 99年到102年 总共完成了 纳玛夏等11个行政区的 灾害防救能力的提升 104年到106年 我们会把其宜的27 七公所来前面提升灾害防救的能力 为增进社区制止防灾的能力 本市以茂林区万山里为防灾社区示范演练 推动重点为规划规避避难地点 紧急失散地点 已经完成11场次的先导集演练 在未来努力方向 为确保公共安全 本市颁布实施高雄市荣柳人士限制场所管制标准 要求本市舞厅、舞厂、酒家、酒吧、酒店、饮食店、隔壁场所 以及楼梯板面积在超过5000平方公尺的百后商场 要设置拥有人事的高市盘 在积极提升消防救灾战力方面 增购迎提车2辆 为提升本级团队救灾能力 105年 我们会开办12周的进阶专业消防战机训练 为了延拟火灾抢救困难地区的抢救计划 以及办理石兵的演练 使消防人员能够充分了解 狭窄巷弄的救灾动线 接下来是我们依据灾外防救法 每两年都会修订本市的灾外防救计划 我们105年也会再进行修订 在火灾鉴定方面 本集火灾见识人员在国际期刊 发布了2篇 在国际期刊方面 这也提升火灾调查能力的提升 帮助很大 那就是积极态换本市119通信系统 计划以105到108年分4年 来进行的态换 第一个态换的重点是在 119徒资的更新 以整合价值 我们会将精华级环保级的实话管线 及本集消防水源的管理系统等 投资融入 第二个是我们民众报案的APP 会具有报案座标资料的定位 还有现场拍照上传 并可以取得报案人的精确位置 迅速掌握灾害的现场状况 在无线电通信方面 我们105年也会有119无线电指挥派奖系统的 数位化 来态换类比的无线电系统 要求报案原来拥有12个数位的类比 我们会一起来改善 最后 我要跟大家大会报告的就是 目前全球的气候变迁非常的极端 已经形成新的一个常态 面对新的挑战与威胁 我们除了健全灾害防救体系 建构及推动各项灾害防救机制外 更需强化各式灾害强救应变能力 使灾害损失减制最低 相信在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的匡度之下 我们会全力以赴 将我们的救灾技能装备更精进 建设高雄成为一个国际安全的城市 再次感谢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的指导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谢谢我们全局长做业务报告 夏天快到了 这个我们要防防水災的问题 也是很少 所以我们这部分 我们消防局 我们要特別注意一下 尤其下下隔夜就是我们的暑假期 在这部分消防局也是业务非常多 请我们注意一下 那我们请卫生局 房局长至终做业务报告 房局长 主席各位议员 高雄市卫生局现在以下做业务报告 之中在今年的3月22日开始 接任我们的卫生局的相关业务 跟我们的同仁 秉持了过去一贯的 一个无风接轨的立场 全力以赴 也感谢贵会在过去对于本局的支持跟指教 也希望对我们本局 需要去努力改善的部分也不另指示 那以下是本局的业务简报 请你指教 那首先是 我们本局 在组织商城上面 有一些变动 包括说我们有新设的一个 高雄市登革热研究中心 那这个部分是一个 在日前由市政委員通过 那另外是因为 本局的食品科科长 那 卫科长出缺 那由我们目前是 邀政科的 无名政科长代理 那因为业务防满 所以也 商请我们的 陈月宝 鼓掌相助 那以下是我们的业务报告 那首先是落实防疫 在登革热房子方面 那 那一百零三年 那本市总共有 一万九千七百二十三位 登革热确诊病例 那今年到目前为止是 三百四十位 三百四十位 确诊个例 那 在过去的一个 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总共 对于 登革热房子部分 执行的 我们的宣厂 将近八百厂 那相关的一些 阳性资生员的一个 倾诉点有 超过一万五千次 那 在整个 今年度的一个 新的 登革热房子策略部分 那 我们今天强调的是 手中 强制 资生员清除的工作 那 以喷药为辅 所以 本市的一个 登革热房子的一个 我们启动一个 生态面文的 综合防疫工作 那总共有五大的 行动方案 包括收集动员 做到无闻家园的 行动专案 包括 环境维护 清除脏乱资生员的 行动方案 然后 是 防患未然 风险预警 避免文监测的 行动专案 那 接下来是有关于 阻绝病毒 医疗精进的 行动方案 还有就是我们的 行动资讯 全民参与的 一个行动方案 那在卫生局的部分 我们特别的建制了我们社区的防疫的机制 然后透过一个社区的快塞 然后我们社区诊所的参与 做分级转诊的方式 做整合性的一个医疗服务 希望是 让我们在整个登革热房子对于不幸感染登革热的市民 能够做到最佳的一个健康照顾的部分 关于在季节流感的防治部分 那延续去年底到今年初的冬季的一个 全国的一个我们的流感的一个疫情严峻 那本市在今年到4月10号 跟去年同期比较 我们的重症的病例数 有比去年多 有205位 不幸的有12位 我们的市民因为这样子而发生死亡的事情 那分析我们这些重症的原因 发现 超过98% 他并没有施打我们的流感疫苗 那其中有62%有符合 就是心肺肾代谢等疾病 那符合其实是我们工会疫苗施打的对象 所以这部分本局分析资料之后 预计今年要加强 对于我们这样高危险群症症的一个市民 有这样危险的市民 那提供更积极的宣导 协助他们去施打流感疫苗 那在整个季节流感的防治部分 那今年我们还是所重视疫情的监测通报 还有就是对于个人的一个主角的话 我们是宣导的是包括洗手以及进入公用场所的一个个人防护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对于我们也是建制我们社区的一个一个防疫的工作 所以包括我们的客流感等抗病毒药物以及我们的快菜部分的一个处理 我们都希望能够建制在社区里面有更好 让我们的市民能够在最接近最可行的一个方式 而获得一个诊断跟治疗 其实是肠病毒的防治 那每年肠病毒是在4月份开始出现中期 那大部分都是到7月是一个高峰 那另外是下半年的开学的时候是另外一个高峰 那肠病毒常发生的最好发的是在我们三岁以下小朋友 但是一般来讲是在国小第一中年级以下都是他一个常发生的一个人口群 那这部分其实根据全国的一个CDC的规范 本市大概每周如果有诊断人是超过一千两百人以上的一个水准的夸论 那么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流行期 那预估全国包括本市会在下一周会进入 所以我们也对这个部分做积极的一些防范 包括说有局处合作 那透过社会局教育局的跨局处合作 那我们要落实通报我们的停课的规定 那另外是说院级的转整 我们建置了相关的一个转整的体系 那相关的一个肠病毒重症的诊治医院 我们都在日前也已经访查 然后开会那确定他们目前的准备度已经完整 那另外是对于机构查核 包括说对于全市的超过九百家的托育机构 那他的环境设备他的洗手设备等等 那当然肠病毒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胃教宣导 那胃教宣导的部分 那这部分我们会持续过去的洗手 那不过我们今年会特别恰恰洗手洗脸换衣服 因为对一岁到三岁以下小朋友来家 爸爸妈妈或是大人回到家里面 其实可能会把外界的一些可能感染的一个可能性带回家 所以洗手洗脸换衣服 这个可能是在照顾我们 我们小宝贝接触的事前应该做的工作 那接下来是有关于接客病防治的工作 那延续我们这慢性病的防治 接客病防治工作 那今年我们的新诊单率到目前为止是475位 那这个工作 比较去年已经减少38位 那是这几年来持续的在减少当中 那另外因为接客病有些是属于症状不明显的 所以我们也推动了高度危险群的一些胸部位时光的筛检 那在去年总共有推动了266场 总共有发现33位的肺脊核患者 在紧急医疗部分 配合我们的卫护部的一个政策推动 那我们全市去推动一个我们的AED的设置 那这是在八大类的公共场所里面要设置 目前我们已经辅导了有239处有设置AED 那这个设置率是达到100% 那另外是本市目前设置AED的一个情况 已经超过维护部所规定的每10万人口44台 那接下来工作包括说对AED它的一个机器的功能 还有使用甚至于进一步的维修 那AED每六年需要做一个比较大的维修等等这些 那本局会严谨我们的一个AED的一个政策去落实 在医政管理部分 有关于我们市立院的债道部分 那我们目前有齐金、凤山、大同、钢山、小岗等委托经营 那在这部分104年总共为市府 总共有超过7千万的一个收入 那除了这个现金的收入以外 还包括说减少了有关于我们的医疗设施以及人力经费的支出 那让因为委托经营的这些医院都是属于生育卓主的医院 所以让我们的民众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委托经营的方式 那获得一个高品质的我们的医疗服务 那目前是今年度是规划的是高 我们市立岡山医院、凤山医院以及小岗医院的委托经营案 那岡山医院跟凤山医院的一个委托经营案 已经在今年的2月底完成 那小岗医院的话是预计到明年底要完成 那另外是我们的公关公营的一个特殊医院的特殊成销 包括说在联合医院有透过母婴心善医疗厂所的认诊合格 那凯旋医院的话是获得有关于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院医师的认诊合格 的部分 在卫生所新建的部分 今年度我们本局设置的是新建的六规卫生所的一个建制 那地点是在现有的一个六规里的老人社区活动中心集 我们的卫生所 它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 而且是复合式的一个卫生所 那目前已经动工 那预计是在106年12月完成 在药证管理部分 那药证管理部分主要是不法药物跟化妆品的集查 那总共分为三大类 一个是药物集查 一个是化妆品集查 还有一个是用安全的宣导 那再部分 无论是在不法药物 不法的化妆品以及违规广告 还有违规的药品广告 或违规的化妆品广告这部分 那都依法 那目前大概都去年一年大概至少都有 至少200件到500件的一个图法 那里面可以看到是主要是一个 网路的一个部分是一个重点 在食品安全的部分 那今年因为食品安全受到国人瞩目 也有大型的一个食品的风暴出现 所以我们也配合我们的 卫生福利部做相关的一些食品抽验的一个工作 那抽验工作里面 从去年跟今年的比较 我们发现市售的 蔬果花茶农药残云是占了大宗 那不合格率在去年底是有高达12.4% 那也因为这样子大家注意之后 那今年前两个月我们抽验了52件 那不合格率已经降到5.8% 那我想我们就要努力 再把不合格率降低 那其他的一些 目前的一个 动物用药的残余 活食一些临界食品的一个 食品安全的部分 还有残核即食食品的部分 这些等等这些 那目前都还在一个 目前我们 规划然后落实的一个范围里面 在预防保健部分 有关于妇幼保健的部分 有三大议题 跟各位议员先进做报告 一个是新住民的生育保健服务的部分 那配合我们的全民健保 及产前服务的案子 总共将近1500人吃 那补助金额有超过68万 那另外是说对于新住民配偶的一个 个案健康的管理 总共710人 那另外是我们持续的推动 我们的妇女友善医疗环境 那这个工作已经超过15年 那今年目前总共有29家 我们的医疗院所参与的妇女友善医疗环境 所以无论是在硬体或软体方面都有实处的一个进步 那第三个部分是有关于婴友健康的照顾的部分 那最主要一个部分是 儿童生长发展的一个筛检 那个我们一年大概有2万7千人士 那去年总共发现了有17个人 有疑似的一个发展死缓 那这个都后续有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些 呃 确定诊断跟相关的一些 发展死缓的一些早期疗愈的工作介入 那对新生儿听力赛检的部分 总共施行了超过15000人士 那这些也都全部当异常的个案116 坏异常的部分都有进入到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照顾的部分 那对于三岁到六岁儿童突破的部分 总共进行了超过1800人士 那12岁以下的身心障碍儿童口腔保健的部分 这部分是本市一个特色 那我们总共有执行的2600人士 对于预防保健的试癌筛检的部分 那包括口腔癌乳癌大肠癌 以及子宫颈癌的部分 那在本市 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总共发现了有超过7000位癌前病变 那有确定癌症人数的部分是将近2000位 那因为透过癌症筛检 事实上使得 相当多的市民因为可以早期被发现癌症 而早期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治疗 那这几个癌症 其实它在早期的治疗的五年存活率都非常的高 也有效的提升了我们的市民的健康的处境 关于健康城市及高龄友善城市部分 那有两大重点 第一大重点是有关于老人健康的部分 包括老人健康检查 跟免费装置假牙的部分 那104年是有4万6千位以上的老人接受了健康检查 那另外有3247位的老人接受了我们老人免费装置假的一个补助 那这个工作我们会继续进行 那积极的一个推动我们城市及高龄友善城市的一个工作 那包括我们参加了一个有关于台湾城市 健康城市联盟的交流 那也参加了第七届的健康城市及高龄友善城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竞争 那我们本市总共获得12项的一个健康城市及高龄友善城市的一个创新成果奖 那此外是活化老化 那活药老化的部分 其实这部分有努力去促成是 总共有57个社区完成我们的英法族的一些防跌的训练 就防预防跌倒的部分 那这部分让老人家能够在预防跌倒状况下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活动力 在长期照顾的部分 推动在地安老照顾服务的部分 那包括我们的机构管理以及我们的长照服务 那机构管理的部分 目前在104年我们的全市的一个护理职家合格率 已经从前年的78% 现在上升到97% 那我们的一个护理所的合格率 也已经进步到83.1% 那对于个案管理以及居家服务的这些相关的 附件、喘息、护理、营养、口腔、照顾等 总共我们提供了超过2700人次 对于在地安老 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是 有关于我们推动我们的一个偏远地区的一个长期照顾的工作 那这部分其实是无论在美农、在岗山、甚至在米陀 这边都已经开始注点 然后有长期的一个工作 甚至我们在圆明区的部分 也配合了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个长照的推广 我们从卫生所部分做相关的一些服务的提供 那此外是有关于身心健康 身心障碍鉴定及补助的相关的一些工作 那这部分其实总共有提供25家 总共服务了超过15000人次 那我们本局有所创的全国的一个 全国所创的身心障碍者的整合医疗服务 那透过三加医学中心 协助让我们的身心障碍者在就医部分 可以获得比较完整而且一次化的一个服务 那身心障碍者总共有440人次 接受我们的一个医疗服务 区区的一个辅助工作 那另外是我们的一个ICF的一个重新鉴定的部分 那这部分其实我们补助的中低收入总共有6人 奖金1万块 那在心理卫生工作部分 对于自炸防治 精神科科管以及毒品防治 其实是近年来社会众所瞩目的重点 那自炸防治的人数 以及它的买10万人口的发生率 本局在本市大家自己努力之下 其实我们持续的往下降 那现在去年比前年又更减少了我们自炸死亡的人数 那另外是说对于整个包括自炸获救 或自炸高风险的部分 那这个都是我们在我们自炸心理卫生工程 我们的自炸防治中心去做一个彻底完整的一个协助 那精神科科管的部分是 有我们的公文护士的追踪关怀访试 也包括有我们的访试员的访试 那这些全部总共产行超过2万人 那毒品防治中心的工作 在过去这几年我们都获得全国的第一名的殊荣 那在去年的工作部分 我们总共辅导的有超过4600人的一个毒品防治工作 那辅导他们就业平均是55% 那这个后续辅导的追踪比例是超过90% 此外在两年前我们高雄市不幸发生的一个817报事件 那本局也参与我们这样一个积极的一个后续的复原工作 那在心理卫生的一个心理复原的部分 那对于本局所直接去执行的包括有救灾人员 包括气爆伤者以及重建区的人民 那另外还有是协助其他有关于相关的团体机构 甚至于来自卫物部的一个计划等等这些 那场是相当多 希望能够达到对于我们民众的除了即兴起的一些 一些因为气爆伤害的造成的影响之外 还有倉袭的一些心理复原的工作 那在今年度那本局的一个在业务工作的一个主要的重点 其实是第一个是要强化我们全方位的传染病防治工作 尤其是透过我们建立的新设立的一个 登革热的研究中心 那这样提供我们的一个疾病的威胁 其实是对于食品业的一个登录 流向追踪管理 那食品安全的一个联合集杀集取缔 这个部分会加强 那第三点是有关于我们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工作 那由于本市的一个高龄人口已经超过12.6% 那在这样的一个急速的一个高龄人口增加的情况下 发展长期照顾机构 及人力资源那提供四切的长期服务工作 那是本局的业务工作的发展的重点 那在整个心理卫生方面 打造一个阳光微笑深呼吸的新兴高雄 深耕社区精神医疗等心理卫生工作共造 那落实米平我们的成乡差距 服务的一个差距 那扣充我们尤其我们在整个平原地区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卫生所的一些设备 以及他们的服务量呢 也是我们在整个业务发展的一个重点 那以上是对于本局在这次的一个业务报告 敬请各位议员先生女士指教 谢谢 我们谢谢我们的黄局长 为我们做业务报告 谢谢 辛苦 我们现在请环保局蔡局长 梦一做业务报告 蔡长请 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大家好 那感谢各位议员先进在过去对环保业务上面的一个支持 那以下环保局就相关的业务的重点 那来进行跟归会来进行报告 那简报的部分大概分成八大项 那包含就是104年参与那个环保署相关的一个考核的部分的一个成绩 其他是针对环保的业务的部分 还有未来的部分来做一些说明 那详细的部分请各位参阅 好 那有关第一个部分就是参与环保署的这个相关考评的成绩 那包含最重要的一个参与各个环保机关的一个绩效考核 那本局也连续两年获得机优 那对于绿色采购的部分 那这个也都获得机优的一个成绩 独栽的防救是属于特优的一个成绩 另外全国的土壤跟地下水的一个整治的部分 考评为全国第一名 相关的一个清洁维护的考核 也都是名列优等 支援回收也是在我们直辖四组是名列是银子奖 这个 那后续针对相关的业务的部分跟大家做个说明 那有关第一个部分是空气污染的部分 那分别针对固定员移动员跟液散员的部分 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下一张 那针对固定员的部分包含落实相关的一个 这些加盐的一个标准 还有今年特别针对就是购置这些直读式的一个VOC的检测器 对于成型严重的工厂来进行相关的全面的巡查 那另外针对高雄市境内有119根的自动监测的设施 也都即时的公布相关的数据 让公民一起来进行整个一个监督 那移动员的部分在104年 也太旧了相关的二行程机车有五千五万七千步左右 目前还在持续的增加中 那另外我们也积极的推动相关的一个低污染的运具 这个包含有一些像电动机车或者是辅助电动执行车等等 那对于柴油车的部分推动保检合一 目前已经有核准的10家认可的这个保养厂 那在液散源的部分也特别针对钢铁业跟水泥业同步来进行管制 那推动有五十大的这个营建工地来自主管理它的一个营建的工地 减少这个液散 港区的部分我们也设置了有六套的一个水雾的喷洒系统 降低港区的液散的这一些立状物 在河川的部分特别加强高平溪沿岸的沙石厂跟相关输军工程的巡查 也利用UAV来进行整个大规模一个巡查的一个工作 那建置公共脚踏车的部分 目前已经完成了有184站的一个公共脚踏车的租轮站 预计在今年年底我们打算能不能 盡量能够达到300站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在去年全年齐成的人数也达到268万人 这个部分我们还会持续再来努力 那空污的总量管制目前正在积极地来执行中 那寄存的污染源在公告之 去年6月30号公告后的一年内必须要来进行相关的认可 目前已经也受理了有80件 预计在6月底之前全部的477件 447个厂家全部都要提报 那第二个阶段预计在107年的6月30号前 完成所规定的5个percent的一个指定的一个削减 那超过的部分可以进行一些保留抵患 或者是交易的部分 那总量管制的部分目前是77家 那持续还在执行中 那针对空污的陈情的部分 在去年下半年总共有陈情有9200多件 大概都是属于异味的部分 其中经查大概有40个percent 有一些的一个污染的一个遗疫 所以这个还要再更进一步来进行一个查核 这个都持续进行中 水污的部分 有关我们目前总共列管的有2100多家 那大概有25%左右是属于一些金属表面处理液化工液等等 比较高污染的 这些都是我们列管的一个重点 那对于这一些列管的部分 我们每年都会安排相关的一个功能评鉴 对于它的一个废水处理设施进行查核 那在对于功能上能够彻底了解整个功能能不能符合法规的一个规定的要求 那目前八大河川的部分都有持续的在降低这个污染 其中凤山溪跟点宝溪在去年已经从严重污染降到中度污染 这个部分还会再持续的努力 那在整个基查的部分 去年的下半年总共查核了有2200多件 那采取了有66件总共累积的金额有500多万 那去年下半年对于相关的违规比较情节重大的部分 有采取了有7件的一个停工 大概整个违反的情形就是没有许可证或者是绕流排放的一个情况 那详细的情形请各位参阅 那对于土壤跟地下水的整治部分 目前高雄市的列管的场子有107处有将近900公顷 那这个部分都持续在进行整个一个后续的一个整治的一个工作 我们也组成了整个一个推动小组在进行整个计划的一个审查 那刚刚报告过104年也获得整个环保署评比的第一名 那高雄链油厂的土壤跟地下水的部分 目前厂内有147公顷都已经受到管制 那目前中油公司也修正了三次 它的整个计划还没有得到认可 那我们也进行了裁罚 那也要求中油还要再继续来提出整个一个更详细的计划 那目前还在审查中 那对于亚洲新湾区的这个部分 总共有37个场子 其中有20个场子已经解除了列管 那其余的有17个场子还在继续的整治中 这个部分我们都在继续配合整个都市计划 再进行要求业者来进行整治 那毒化物的部分总共包含相关的许可 在去年的一个下半年总共有取得的许可有1300多件 那机查了有1000多家 那另外有一些预警的测试有17个场子 那资源回收的部分 目前的资源回收率大概在45% 含除于大概达到了55%左右 那高雄市特别提出了有ARM的这样的自动资源回收机 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在整个一个回收量的部分 去年大概整个一个垃圾的幸运量 大概月内增加了0.01公斤 那比前年大概多增加了一点点 那主要是因为整个去年大规模的一个清除 这些脏乱点的一个关系所增加的 那有关于那个自动资源回收器的部分 目前已经设置了50台 那一直截至到去年7月到今年的2月 总共回收的这些铁铝罐跟保德瓶有150万个以上 那相关的绿美化的部分 就是这个是整个是特别来加强 有关于执行登革热的这个部分 针对热区进行地毯式的这些资深源的清除 跟消毒的工作 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个宣导 那相关的一个 这个执行登革的部分也完成了 有特别针对五区三明前镇 凤山林雅古山等等 328个里在3月底之前 进行了整个巡检的一个工作 那也清除整个一个水沟 这个沟壁的虫卵跟那个水沟的清淤 达到了700多公里 那一般废区的管理的部分 包含水肥去年下半年也清除了 将近4万公顿的水肥 那西青浦的卫生眼埋厂 也办理了整个早期的发电 总共发电有480几万度 那其他的再利用 会招的再利用的部分 去年下半年也再利用了10万多顿 那有关于氛化炉的部分 基本上去年的7月到12月 都能够正常的来做一个操作 后续增加整个发电的效率 那稳定的一个这些的保证的交互量 是我们未来要继续来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总共去年 焚化了有143万吨左右的一个废区 那事业废区的管理部分 目前我们去年也进行相关 网络的申报有8000多次 那配合地检署跟环保警察 也执行了17厂次的一个 这些的一个稽查的一个工作 那相关节能减碳的部分 目前高雄市的一个温室气体排放量 还是以工业部门为最大 大概占8成左右 那我们的一个温室气体的减量目标 预计是2020年能够达到2005年的排放量 再减20% 这是我们目前的目标 目前大概还有5个percent的一个努力的空间 我们会继续的一个跟各个局处来执行整个一个 减量的一个工作 那相关环教的部分 我们今年的大概的主轴是 尽量的一个培育这些师资 然后加强了整个国际的一个交流 那相关环保志工队 我们也一直在辅导 那目前有600多队 那本市的一个这些环教的设施 有11个场所的一个场所的认证 那另外环境教育机构有三个三个处所 相关的部分 请参阅 那未来的一个努力的一个部分 我们今年特别 针对工地的登革热房子的一个部分 特别把这些的条文 放到我们的知识条例的修正草案里面去 那也送到大会来做一个审议 希望大会能够予以支持 那其他的一个空污的部分 还是继续执行有关总量管制 还有二行程机车的态换 公共脚踏车的这一个点的一个扩充 都是我们目前努力的一个目标 其他有关液散源 像洗澡间能量的一个提升 还有一些像空气盒子 智慧程式的搭配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整个一个水屋的部分 我们预计推动后进息的一个总量管制 还有对于中油高厂以及多功能浸泡园区 这也是我们在土壤跟地下水 未来要持续进行持续来加速它的一个整治的部分 那灰渣的再利用的部分 这个是能够有我们会继续的来执行 有关于焚化炉底渣的这个再利用 目前大概一年有二十万吨左右 那其他的像节能减碳的部分 还是继续更新我们的一个温室气体的这个资料库 那继续来参与COP22 以及ICLE的相关的一个国际研讨会 增加高雄市的一个曝光度 那环境稽查的部分 希望能够以最快速的一个速度 来处理人民澄清的案件 相关的一个许可 能够让民众也能够知道 他的整个一个进度的一个透明 那其他的像檳榔汁这些 那个檳榔渣的一个取缔 或者是违规广告的取缔 也都是我们未来执行的一个重点 那以上 整个业务的部分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尽请各位会能够持续 对于我们环保的业务能够予以支持 跟鼓励 再次感谢各位议员先进的一个协助 那以上报告 谢谢 谢谢 我们谢谢环保局 蔡局长业务报告 现在业务报告已经完毕 我们本期宣布休息五分钟 待会是我们进行保安委员会议员的执行 休息 欢迎订阅 待会是我们一起去公众 先下个车务报告 我们下个车务报告